你好 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 这一回补写的六个问题 二 如何理解女子无才便是德 三 吴美银讲了什么 上一集的末尾 宝玉正在肖香馆跟黛玉说话 宝钗也来了 看到黛玉又做了诗 但是他就又讲了一番道理 说什么不能把女孩的诗拿出去 女子无才便是德 如果说这一回写宝玉 没让他直接进入肖香馆 表现出宝玉的体贴 宝带两个人相对哭泣 也跟前文有些呼应 那宝钗进来这一段 写的问题就大了 随便列一下就有六点 首先 宝钗早就不是搅局者了 宝带单独相处 宝钗跳出来 是本书第一阶段常用的写法 为的就是表现第三者的身份 但是 随着宝钗和黛玉情同姐妹 黛玉对宝玉不再疑心 宝钗第三者的身份早就消失了 所以 作者再没写过这种场景 当宝带差一起出现的时候 反而显得宝玉是第三者 其次 薛姨妈到哪去了 就在上一回怡红夜宴还说 深夜薛姨妈派人推黛玉回去 说明在贾母回来之前 薛姨妈一直陪着黛玉 现在她居然不在肖香馆 那是去恒乌院了吗 也不会啊 因为宝钗都跑到这边来了 她去恒乌院干什么呢 肖香馆的地方很小 不管是宝玉还是宝钗 来了都不可能不先给薛姨妈打招呼 第三 黛玉叫宝玉 二爷 面对宝钗 黛玉居然说 不想二爷来了 这句话让我直接想到了鬼本 二爷这个名称是丫头们用的 是宝二爷的省略版 但黛玉是谁啊 他怎么会这么叫宝玉呢 他用你我他表述才合适 那么黛玉就完全不会用二爷来指代宝玉吗 也不是 有两种特殊情况可以 一种是说给丫头们听 例如 二爷来了 你们要好好伺候 这是借用了对方的称呼 方便对方理解 另一种是面对宝玉发脾气 故意跟宝玉拉开距离 刺激对方 例如 你是宝二爷 我是穷丫头 好端端的面对宝钗 说宝玉是二爷 这明显不合适 第四 宝玉对女孩写的诗的观点不一致 在第四十八回 宝玉明确说 自己在跟贾政的青客们讨论怎么画大观园图的时候 写了几首诗舍的诗给他们看 还让这些人抄走了 黛玉和探春都批评了他 但他光明正大的说 这怕什么 古来规格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 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 很显然 宝玉是没有认错的 所以他也不存在现在改错的问题 第五 宝钗的话也在炒剩饭 宝钗跟湘芸讨论菊花石的时候就说过 写诗算不得什么 还是仿计真指是你我的本等 一时闲了 倒是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张是正经 之后他又对黛玉说过 你我只该做些真指纺织的事才是 偏又认得了字 既认得了字 不过简纳正经地看也罢了 最怕见了些杂书 疑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他们跟这次说的大同小异 前两次 一个针对写诗 一个针对看书 道理说得很明确了 完全没有必要再重复 第六 宝钗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合适 前文提到这句话的时候 说的是李丸父亲教育他的方法 那么这是薛家教育宝钗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了 薛家从来没有这么干 不然怎么能培养出万事通宝姐姐呢 其实从古至今 大部分人对这句话的理解都是错的 错在哪里呢 我们先读完这段原文 之后我再接着讲 带玉一面让宝钗做 一面笑说道 我曾见古史中有彩色的女子 终身遭忌 令人可喜可陷 可悲可叹者甚多 今日饭后无事 应则出数人 胡乱凑几首诗 一记感慨 可巧 叹丫头来会我 瞧凤姐姐去 我因身上懒懒的 没同她去 是才做了无手 一时困倦起来 撂在那里 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 其实 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 但只我嫌他 适不适的写了给人看去 宝玉忙道 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 昨日那把扇子 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 所以我自己用小凯写了 不过为的是 拿在手中看着便意 我岂不知 规格中 诗词字迹 是轻易往外 传送不得的 自从你说了 我总没拿出原子去 宝钗道 林妹妹这绿的也是 你既写在扇子上 偶然忘记了 拿在书房里去 被相公们看见了 岂有不问 是谁做的呢 藏货传扬开了 反为不美 自古道 女子无才便是德 总以真尽为主 女工还是第二件 其余诗词之类 不过是规中游戏 原可以会 可以不会 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 倒不要这些 才华的名誉 应又笑向黛玉道 拿出来 给我看看无妨 只不叫宝兄弟 拿出去就是了 黛玉笑道 既如此说 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 又指着宝玉笑道 他早已抢了去了 宝玉听了 方自怀内取出 凑至宝钗身旁 一同细看 只见写道 西诗 一带清城逐浪花 无功空字 一儿家 笑平莫笑 东村女 头白西边 上换纱 鱼姬 断肠乌锥 叶小枫 鱼姬忧恨 对重同 秦鹏甘寿 他年海 影见何如 楚藏中 昭君 绝艳惊人 出汉宫 红颜薄命 古金铜 君王纵使 清颜色 宇夺权和 壁画宫 绿珠 瓦力明珠 一粒抛 何曾职位 众娇饶 都原玩符 前生造 更有同归 未寂寥 红符 长衣雄潭 太字书 美人俱眼 时穷途 诗居于气 阳公墓 岂得 鸡迷 女丈夫 宝玉看了 赞不绝口 就说道 妹妹这诗 恰好只做了 五首 何不就命名曰 五美赢 于是 不容分说 便提笔写在后面 宝采一说道 作诗不论何题 只要擅翻 古人之意 若要随人 剿宗走去 纵使字句 金弓 又落第二意 究竟算不得 好诗 既如 前人所勇 昭君之诗甚多 有悲婉昭君的 有怨恨严寿的 又有积 汉帝不能始化功 图貌贤臣 而化美人的 纷纷不一 后来 王金公富有 义态由来化不成 当时网纱毛岩寿 永书有 耳目所见 尚如此 万里安能 致遗迪 二诗巨能 各出己见 不惜前人 今日 林妹妹这五首诗 亦可谓 命一星旗 别开生面了 上一集的末尾 宝采来到肖香馆 她在门后 就听到了宝玉的话 所以一进门 就在问她看什么 因为宝玉 没看到纸上写的是什么 不清楚 黛玉想不想让宝钗知道 所以没有贸然回答 黛玉一边 请宝钗坐下 一边笑着说 自己看到过 很多古代出色女性的故事 她们让人喜欢 羡慕 怜悯 赞叹 今天吃完饭 没有事 就想选出其中几个人 写几首诗 寄托自己的情怀 写的五首诗 放在桌子上 没想到 宝玉来看到了 其实 宝玉看看也没什么 只是反感宝玉 把女孩的诗 抄出去 给外人看 宝玉赶忙解释 自己没给外人 看过黛玉的诗 之前是因为 喜欢白海棠诗 所以用小凯 抄在了自己的扇子上 为的是 方便自己看 她知道 女孩的诗 是不能给外人看的 自从黛玉说过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拿出去过 可宝钗也站在黛玉一边 说 黛玉的担心是对的 宝玉把诗写在扇子上 如果忘了 拿到了书房 给亲客相公们看到 他们怎么会不问 是谁写的 如果流传出去 确实不好 古人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孩还是要以 节操真纯 性情输尽为主 其次是做好针线活 诗词之类的 不过是游戏 可以会 可以不会 豪门出身的女孩 是不需要用诗词 宣扬有才的名声的 这就是节目开始 我说的 宝钗的那段情节 粗看 貌似没有问题 但是只要回顾之前的几十回细细品位 你就会发现问题很多 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 我之前说过 它出自于明末文学家陈济如的安德长者言 整句话是 男子有德便是才 女子无才便是德 对这句话 陈济如自己有注解 女子通文识字 能明大义者 故为贤德 然不可多得 其他便喜看 曲本小说 挑动邪心 甚至五文弄法 做初无丑事 反不如不识字 守着安分 只为欲也 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谓致言 你发现没有 陈济如这句话 并没有否定财女的意义 只是因为财女很难得 所以才退而求其次 她的意思是 与其女性 糊里糊涂 被淫词厌曲勾引坏了 那倒不如不识字 这样更安全 这其实正是前面宝钗 给黛玉讲过的道理 也是元宵杰甲母 批评才子家人故事的原因 客观地说 在缺乏普及教育的古代 陈济如的说法 并非没有道理 我并不是要给封建礼教翻案 这个案太重 我办不动 我想说的是 后世有太多人 都是断章取义 取解了这一句话 让我们举个20年前的例子 大家一起看看 这个问题的性质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穷瑶阿姨的书很流行 电视剧一步接着一步 很多少男少女 看了这些东西 就认为 不轰轰烈烈 不抵抗各方面的反对 就爱得不够彻底 甚至不能算爱情 直到这几年 才有人反思 当年红遍全国的 还珠格格 剧情是多么的狗血 台词是多么的脑残 那为什么当年 没有人觉得有问题 甚至还万人空巷呢 因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天生携带流量 尤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大 历史上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除了打打杀杀的热闹戏 就是缠缠绵绵的感情戏 这些热闹戏和感情戏 为了吸引观众 大多都是大团圆结局 而这也直接带来弱化风险 美化结果 误导大众的问题 导致很多人 看了热闹戏 就想上战场 看了感情戏 就想搞对象 其实 对于没上过战场的人 根本不知道 战争有多么残酷 对没谈过恋爱的人 也根本不知道 恋爱的风险 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是古人针对这种情况 寻找出来的 被动解决方案 既然懂事的才女 很难养成 那就干脆 让女性不要接触 才子家人的童话故事 那么怎么才能让他们不接触呢 谁都知道 认字之后 正经书的吸引力 远不如香艳故事 那就干脆不识字好了 宝钗讲完这番道理 他又接着说 只要宝玉不把这些诗传出去 那就行 他们看看没关系的 宝玉听了就拿出那张纸 走到宝钗身边 两个人一起看 第一首诗是 西诗 一代寝城如浪花 吴公空字 一儿家 笑平莫笑 东村女 头白西边 上换纱 这首诗说的是 一代绝色美女 终于如浪花般消逝 西诗在吴国的宫殿里 白白的想念 儿时的家乡 大家别看到 东施孝萍这个成语 就嘲笑模仿西诗的 那个女孩 她这时 满头白发 还在西边洗衣服呢 这首诗的文字很浅显 东施孝萍 是我们都知道的成语 说的是 仇女不要盲目模仿美女 但这首诗 颠覆了这个成语 她说的是 西诗的人生 虽然绚丽 但早早就去世了 过得还不如 村东面那个仇女呢 因为人家活得更久 是不是不如呢 这个见仁见智 有人就想活得 像烟花绽放 虽然短暂 但万人瞩目 也有人想活得 像没人关注的老树 看着 花开花谢 沧海桑田 前者 看重质量 后者 看重长度 都没毛病 那黛玉这首诗 想说什么呢 我认为 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一方面 体现的是 黛玉另类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 跟之前宝玉反对 文死贱 无死战 是类似的 本质上就是 不把社会评价 当作判断价值的 唯一标准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为 男人应该 文死贱 无死战 宝玉却认为 这种死 毫无价值 社会说 西施 为越国复国 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人际 很成功 死的有意义 可黛玉却认为 这种死 没有意义 还不如村里的丑女 平平淡淡活着 另一方面是 黛玉渴望 长久的活着 我们都知道 黛玉身上 有西施的美 宝玉给她起的字 平平 就是 东施孝瓶里的瓶 也就是 因为身体不舒服 皱着眉头 黛玉不认同 西施的一生 就是在说 自己宁可 健康的 做个普通人 也不想 跟西施一样 在富贵的环境中 早早去世 第三 这是宝玉 或者说 作者对黛玉一生的感叹 黛玉那么出色 可惜身体不好 不能长寿 那是不是 还不如用 美貌和富贵 换长寿 做一个 普通的村妇呢 宝钗接着 看第二首诗 写的是 《鱼姬》 断肠乌锥 叶孝风 鱼姬忧恨 对崇彤 秦鹏甘寿 他年海 引荐何如 楚藏中 他讲的是 鱼姬在乌江边 忧怨地面对项羽 自吻而死 这个结局 比投降刘邦的 秦布和彭越好 为什么说 比这两个人好呢 秦布 圆明英布 是因为受了秦刑 也就是在额头上赐字 所以被人叫做秦布 他跟韩信 彭越 都曾经跟随过项羽 后来又投靠了刘邦 并为刘邦夺得天下 立下了汉马功劳 然而 在刘邦当皇帝之后 他们一个一个被干掉 结局 一个比一个悲惨 这首诗里有两个词需要解释 一个是虫童 什么是虫童呢 就是 每只眼睛有两个瞳孔 中国史书记载中 有虫童的只有八个人 他们是 造字的苍结 三皇五帝中的顺帝 晋文公虫耳 西楚霸王项羽 后梁国王吕光 北齐建立者高扬 随朝名将于聚罗 南唐后主李玉 中国古代一直认为 崇彭是圣人的特征之一 而现代医学则认为 这是一种先天残疾 另一个字是 海 它指的是被人剁为肉酱 而这就是 音部和彭越的结局 黛玉这首诗 说的是气节的重要性 与其为了名利苟活着 不如走得干干净净 因为玉碎不为法权 而这也正是 宝玉带玉 名字里有玉的原因 跟前面的一首诗类似 这首诗的视角 又跟一般人不同 一般人看汉初历史 大多关注的是 刘邦的不仁不义 他鸟尽工藏 兔死狗烹 但是这首诗关注的是 忠贞的气节 第三首诗写的是明妃 也就是王昭君 他在这本书里 也多次出现过 绝艳惊人出汉宫 红颜命薄古金铜 君王纵使轻颜色 语夺权和笔画公 说的是 王昭君离开长安的时候 他的美貌让大家震惊 但他并没有躲过 红颜薄命的魔咒 即便君王不看重美色 也不应该把选人的权利 交给画画的工匠 关于毛岩兽画画这个典故 我之前专门讨论过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这首诗的意思非常明确 错过王昭君的问题 不在画画的工匠 而在君王 领导不但用错了人 还用错了方法 最终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第四首诗提到的女子 叫绿珠 对比其他几个人 知道她的人比较少 她写的是 意思是 土豪石虫 从来都没有重视过绿珠 在她眼里 明珠和瓦力 并没有什么区别 估计是因为 她前世积攒的福气 这才让绿珠 陪着她一起共赴皇权 石虫的故事 要讲也可以单独做节目 简单说 她是西晋的国家首富 从古至今 首富跟政治都离不开关系 而石虫既是官又是商 还是匪 各种钱她都赚 等她在政治上倒台 失去官位之后 就成了别人致富的工具 有个仇家找上门来 要她的爱妾绿珠 她不给 还说这是绿珠惹来的祸 逼得绿珠跳楼而死 可仇家呢 并没有放过石虫 她还是借机发难 把石虫给杀了 石虫炫富的故事 非常精彩 她真的是 誓金钱如粪土 跟她相比 我们这一代看到的炫富 都根本算不了什么 那她不把绿珠送人 是因为爱绿珠吗 不是的 因为她爱享受 爱脸面 绿珠只不过是 她炫富的一个工具罢了 最后一首诗 写的是红福 长衣雄坛 太自书 美人俱眼 石穷图 诗居于气 杨公墓 岂得鸡迷 女丈夫 说的是 红福看到 李静在杨素面前 谈笑自若 就一眼相中这个 穷小子 空有一个架子的杨素福 怎么能限制住 红福这样 胸怀大志的女性呢 这个典故讲的是 隋唐时期的红福女 她原本是 大观杨素的侍女 因为经常 手里拿着红色的符尘 服侍杨素 所以有了这个代号 当时 还是普通人的李静 拜访杨素 杨素摆着关架子 没把对方当回事 但李静依然侃侃而谈 杨素没看上李静 红福女却看上了 接着就出现了 红福夜奔 这个侍女半夜逃跑 主动跟随了李静 一开始李静还怕杨素知道 后果严重 但红福却说 杨素只不过是个 还剩一口气的尸体 不用担心 之后两个人 就一起投奔了李世民 成为唐朝的开国元勋 红福 李静 和求然克 被称作 封城三峡 是最著名的唐传奇 也是所有武侠小说的鼻祖 宝玉看完赞不绝口 他给这五首诗 起了个总名字 吴美银 宝钗也说 写诗的题目不重要 关键在于视角创新 例如 过去写王昭君的诗很多 但是要么缅怀昭君 要么怨恨毛岩寿 要么讽刺汉朝皇帝 说他不应该拿画工的话 做评判依据 直到宋朝 这个情况才有所改变 王安石说 画画并不能完全表达神态 毛岩寿不过是个悲锅侠 欧阳修说 皇帝连眼前的事情 都看不清楚 他又怎么能看清 国际局势呢 他们让写王昭君的诗 有了创新 单独看这段评价 确实有几分 万事通宝姐姐的风采 只是这一段话 依然是前文观点的演绎 你还记得吗 之前宝钗曾经对湘芸说过 他对写诗的看法 他说 诗固然怕说俗话 更不可过于求生 只要头一见利益清新 自然措辞就不俗了 而黛玉这次的五首诗 视角都有新意 因此宝钗当然会赞赏 读到这里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黛玉为了写这几首诗 专门搞了个祭拜仪式 虽然我对这个祭拜仪式的情节 并不认同 但是假如这是援助 黛玉想干什么呢 烧香祭拜的目标 是把自己的新意 传递给心目中的那个人 因为香气飘渺消散 似乎能连通不同的世界 因此黛玉如果是在 祭奠这几位历史中的人物 目的就是跟对方产生 精神上的交流 那他想传递什么信息呢 让我们总结一下 梅首诗的一句话中心思想 西诗 做政治炮灰不值得 鱼鸡 好死强于赖活着 民非政策才是悲剧的源头 绿珠 为无情人而死没有意义 红福 人要选择自己的路 总结起来 他们都体现的是 另类的价值观 都是对传统观点的颠覆 古代的主流价值观认为 西诗帮助勾建报仇有价值 但作者说没有 这就是政治炮灰 还不如做个普通的人慢慢老去 大家说鱼鸡为项羽 殉情很可惜 作者却说 对比跟着刘邦这种流氓 苟且偷生的结局更不好 大家说是化工毛岩兽 害得昭君远嫁 但作者说 这是皇帝制定的制度有问题 是制度培养出的毛岩兽 大家说 绿珠忠于石虫 死得忠烈 但作者说 这种死完全没有价值 因为石虫不过把你当个工具 没有什么真感情 大家说 洪福这种抛弃救主人 找情人私奔的女人品德有瑕疵 但作者认为 这是弃暗投明 人就应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看到没 短短几首诗 表达的思想很深刻 如果说 我对本回开始这段故事并不满意 可这几首诗还是不错的 它让黛玉这个形象变得更加立体 告诉我们 黛玉不是只会自怨自艾 只会写藏花银 秋窗风雨漆这种哀叹命运诗的人 他还对历史 对人生有深刻的思考 中国古代小说里 会正经思考的女性真没几个 即便是现代小说 对社会 对历史 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女性 也凤毛麟角 你能找出几个像简爱 像好思家 这样的独立文学女性吗 恕我不漏寡文 真的想不到 所以 《红楼梦》更显得难能可贵 那么 这几首诗是原著的一部分吗 下一集我再接着讲 请随手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